我们来谈一下人民的权利以及义务 那什么是人民的权利呢 所谓人民的权利就是告诉我们说 我们国家的法律要保障人民享有的 应享有的利益是什么 然后再来什么是义务呢 所谓义务就是告诉人民 法律规定人民应该做的 还有什么不应该做的 那就所谓的义务 在我国里面 我们国家一共有人民应尽的义务 一共有三个 第一个是国民教育的义务 第二个不兵役 第三个是纳税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讲到人民的权利 就是告诉你 即告诉你说人民可以向国家 请求享受的利益有哪些 那第一个人民的权利 我们可以拥有平等权 第二个自由权 第三个受益权 第四个参政权 第五个环境权 第六个是人格权 那环境权以及人格权 这两个是新兴的人权 所谓环境权就是公民对健康清洁良好的环境的享受权利 就叫环境权 那什么叫人格权呢 简单来说就是当你的照片 或是你的文件 对方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就公布在网路上面 这就侵犯了所谓的人格权 那我们现在开始一意介绍什么是平等权 什么是自由权 什么是受益权 什么是参政权 所谓平等权的精神就是告诉你 它可以分为对于平等权分为有一般民众的平等 跟弱势的平等的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一般民众的 所谓一般民众的平等权就是说 不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排路上一律平等 比如说在2008年全世界经历了一个叫金融海啸 那当时国家为了刺激所谓的人民消费 于是他发给每一个人3600块的消费券 所以在我国不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 只要你是中华民国的所谓的国民 你就可以享受到所谓的发给你所谓的3600的消费券 这个叫所谓的平等 那另外一种平等是针对弱势的 就是说老人跟妇女或身障者或新住民 因为他们本身是属于弱势的 那应该得到社会上以及国家更多的资源以及协助 像这样子的所谓的弱势的更多资源和协助 也属于平等权的一环 平等权的精神 那什么叫自由权呢 在我国人权里面自由权包含了人生自由 居住迁徙的自由 意见自由 秘密通讯的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 以及所谓的集会结社的自由 那我们开始会一一介绍什么叫人生自由 在自由权里面的什么叫人生自由 什么叫居住迁徙自由 什么叫意见自由 什么叫秘密通讯自由 什么叫宗教信仰自由 什么叫集会结社的自由 它的含义是什么 那我们首先先介绍一下所谓的人生自由 所谓的人生自由就是告诉你 在我国除了现行办之外 你可以当场看到他发生犯罪的行为之外 除此除了现行办之外 法院在审判以及处无法人民的时候 必须依照法定规定的程序来 那在司法的部分呢 司法审判就是法院的部分或是警察机关 当要逮捕你或拘禁你的时候 必须要经过法律的程序 就是说除了现行办之外 其他的你认为他有所谓的犯罪事实或是怎么样 全部都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来进行办理 不能有所谓的私下的一些施行 或是拘禁或是逮捕该人 这个我们称为他叫人生自由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居住迁徙的自由 所谓居住迁徙的自由 比如说巨星他住桃园 然后他要前往到所谓的屏东度假 这个就所谓的居住迁徙的自由 那什么叫意见自由 意见自由包含用语言表达的 以及用文字表达的 那我们说所谓的语言表达 包含你有言论自由跟讲学自由 你可以讲你要讲只要不要牵涉到毁伴 你有讲学自由 你可以讲你学术上的一些东西 有的没有的东西 你可以有讲学自由 再有文字的 你也可以所谓的著作写书 或写书之后又有出版 总之意见自由 包含言论自由 讲学自由 著作的自由 以及出版自由 只要有关于这四环的 这讲到这四类的 就是属于意见自由 那什么叫秘密通讯自由呢 比如说 现代人有很多通讯的方式 有可能书信的往来 透过电话或手机或是电子邮件 就是说通信内容如果不受 它的通信内容是不受他人或政府非法的干涉及侵犯 只要你没有所谓的犯罪行为 你这些所谓的书信往来 还有所谓的电话手机跟邮件这些东西 你拥有所谓秘密通讯自由 便是不准作为所谓的监听的部分 这个叫所谓秘密通讯自由 那什么叫集会结社自由呢 所谓集会结社自由就告诉你 结社就是人民可以组成团体 例如我们可以组成政治团体 职业团体以及社会团体 那什么叫集会自由呢 人民可以自由参加集会 集会的权利 比如说我可以参加一个街头的抗争 以及游行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人权里面的 所谓的收益权 那什么叫收益权 它包含有经济上的收益权 还有行政上的 以及司法上跟所谓教育上的收益权 那什么叫经济上的收益权 包含了生存工作权 以及所谓的财产权 那什么叫财产权 就是说国家应该给你最低的生活水准 比如说你三餐不寄了 这时候国家就可能必须要启动 所谓的社会救助 让你可以怎么样 拥有生存的权利 然后再来什么叫工作权 就告诉你说 今天你想要一份工作 但是一直怎么样 无法找到工作 这个时候你可以透过国家给予的一些训练 比如说到劳委会职业训练的时候 请求国家给予适当工作的机会 这个叫工作权 那什么叫所谓的财产权 就是告诉你说 经济上的财产权 就告诉你说 你赚的 你赚的 或是你拥有财产 不受到别人的侵害 你赚的 你可以怎么样 你赚的财产 你赚的钱 你拥有的财产 你赚的钱 你可以保留下来 所以经济上 经济上的受益权包含了生存工作以及财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行政上的受益权 那行政上的受益权包含了所谓的请愿权以及宿愿权 那什么叫请愿权 所谓请愿的权利就是说人民可以依其意愿向国家请求作为以及不作为的 比如说近几年蛮有名的比如说反合式或是所谓太阳化运动的反服貌 这个就是人民依照其意愿请求政府要作为或不作为的事情 这个叫请愿 然后什么叫所谓的诉讼权 就是说人民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了行政主份的损害 而向行政机关提出来的宿愿 什么意思 比如说学生遭受到所谓的退学的处分 那接受到退学的处分之后是不是教育上的权利受到了损害 于是你向行政机关提出所谓的宿愿 这个称为叫所谓的宿愿权 那各位同学一定会问一下说请愿跟宿愿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请愿权 所谓的请愿权就是说人民可以依照他的意愿 就是说你想要政府替你做什么事情 或政府不要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怎么样随时的提出 所以请愿的特性是一个事情你可以提出很多事 你可以提一件事情你可以提出非常多次 那受理的机关呢 他可能是行政机关或是民意机关 但是宿愿就不一样了 宿愿一定是人民遭受到所谓的行政机关的行政处分 关键一定是有接受到处分 损害到你的权利 你才可以提出所谓的宿愿 那宿愿权它是同一件事情只能以一次为限 他跟请愿不一样请愿可以很多次 那宿愿只能一次而已 什么叫司法上的诉讼权 所谓诉讼就是所谓的打官司 那你的权利受到了损害的时候 你可以透过诉讼权来讨为自己的什么权益 那我们司法上的诉讼权 还有有所谓的诉讼程序 那我们诉讼程序有三个 就是所谓的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以及行政诉讼 这三种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人权还有所谓的 我们的人民权利来包含所谓的参政权 那什么叫参政权 参政权包含了创制权以及复决权 那这两个权加起来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所谓的公民投票 那什么叫创制权 所谓创制权就是 人民不用等立法院他来立一个法 人民其实也可以立一个法 比如说人民可以主动提出立法的原则 或制定政策的权利 那这个叫所谓的创制权 再来什么叫复决权 对于我们国家立出来的法律 人民针对立法机关所通过的法律 予以表决的权利 比如说立法院他立出来一个法 人民不太喜欢 觉得这个法不是好的法 所以人民可以发动所谓的复决权 然后呢针对立法院通过这个法 来表决是不是要让这个法来实行 这个叫复决权 那我国立了一个法叫公民投票法 什么叫公民投票法 就是人民以直接投票的方式 对法律或公共政策表达意见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限制你的所谓的人权呢 第一个为了防止你去妨碍他的自由 比如说你要去伤害别人的时候 这时候我就可以怎么样限制你的自由 第二个那我为了维持国家秩序的时候 我可以怎么样限制住你的人权 那第三个我为了增进国家公共利益的时候 比如说你有财产权 你有财产权 但是呢我为了增进国家公共利益的时候 我可以将你的怎么样财产进行所谓的征收 那第四个避免紧急危难的时候 为了怕你怎么发生危险的时候 我们国家可以怎么样禁止你到某个国家进行旅游 再强调一次 在什么时间底下 我们国家可以限制住你的人权 为了防止妨碍你去妨碍他人的自由 第二个为了维持社会秩序 第三个增进公共利益 第四避免所谓的紧急危难的时候 我们国家可以限制住你的人权 对